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带来的是MDL的积分赛 老飞翁对战ehome的比赛 那么愉快地看一场中国队内战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中国队输给外国队了 老飞翁对战ehome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City5的蓝猫 然后好羊毛的小歪 老鸡的小小 Face边的九仙和外队的一个蓝胖子 蓝胖子配这个阵容 City5的蓝猫 那么老飞翁的阵容比较有意思 莫奈的一个露娜 然后中单是给包子打了一个美毒杀 再加上小树桶的一个蝙蝠 DDC的冰魂和阿福的一个沙王 这场比赛从阵容上来看老飞翁优势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外 老飞翁的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 基本上是一个绝对优势 怎么说呢 这种阵容拿出来 两支队伍的这个硬实力 搁在一边 就算是完全一样 就算是两边的这个 硬实力完全一样 这个阵容也应该是老飞翁的一个优势 因为这样比赛 这个蓝胖子呀 他没什么用 你知道吧 就真的是没什么用 你这个夜后真的要这么来吗 其实前期你这么跟老飞翁这几个人打 其实不好打 老飞翁这几个人 前期的一个战斗力其实是爆炸的 露娜的这个攻击光环 你不要看他加的少 但是一级的时候这14点攻 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4点攻相当于什么 我们拿蓝猫来举例子 蓝猫需要升5级 才能加出来 才能加15点攻击力 他需要从一级升到6级 他才能够加15点攻击力 然后这个月旗的光环一级 直接能加14点 所以这个一级的时候 月旗的这个加攻的光环 其实是要比这个小黑啊 比这个VS这些都厉害一些 上路感觉小树童这波要是勾兵的话 有可能会死 有可能会死这个位置 你选择勾着兵进树灵 但是你这个进树灵的位置 进去以后 小树童这波TP能不能来得及 选择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TP 拉住了死了 交易血了这波 他出不去这个位置 他出不去 然后对方的这个兵线呢 一直在他身边 小Y呢还能够一直去跟着他 而且下一个拉的CD已经好了 这里再拉住一波 兵线锤一波 再给一个平A 卡一下位 两个平A 再卡一下位 三个平A 这里拿到一起 小树童这波 他这个勾兵 小Y这个英雄是很克勾兵英雄的 因为他前期小Y的这个拉 一级的时候 他的CD就10秒 但是他持续时间是2.75秒 他持续时间很长 而且小Y这个英雄 他一级选择是买了一双鞋 虽然说这个英雄的初始移速 非常非常非常之渣 但是你出去买一个鞋就不一样了 当然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小Y这个英雄的初始移速有多渣 因为他穿一双鞋的移速 还没有不穿鞋的光法快 也没有不穿鞋的越骑快 更不用说跟小鹿这种英雄比了 所以说这个英雄确实在初期 也是比较僵硬 不过这样的话呢 被拿到一个一鞋以后 上路老鸡的这个日子 就会舒服一点 现在是五刚四的一个正反步 而且小猪童第一波勾兵失败的话 也会导致自己的等级落后 对方小小很多 现在已经是被对方小小压了两级 下路Face边的九仙 九仙这个日子过的 其实勉强还算说得过去吧 因为他能够一直去用自己的这个酒物 去干扰对方越骑的一个补刀 所以你看现在越骑 其实他等于是一个空补 但是他现在这个老漏刀 这个漏刀还真不是他自己的锅 这完全看脸 你A出一个平A 他就是出密色 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 为了看三好 我他妈居然花了两个小时注册 Hotmail 对不起啊 对不起各位啊 DDC这个时候是空到了一发双倍 但是还是A不过对方 越骑自己过来给上一个C 加上一个C 加上一个其寒之处 两个人在追 下一个C的CD已经赚好 一个C定一手 一个平A Nice DDC这里是在对方把这个酒物 撒到这个露娜身上的时候 自己直接打了一个平A出来 拿到这个人头 小白这波应该是有一点点危险 不过一张TP亮的很及时 而且哈温猫的这张TP直接选择是落在了自己的上路一塔 并没有选择往别的地方去落 那么中路的一个对线方面 现在这个蓝猫的补刀也是完爆了这个美毒沙 当然这个完爆不是对线基本功的问题 而是出击这个蓝胖子来中路挂的一个结果 中路挂了很长时间 把这个美毒沙的补刀是挂的很难受 而美毒沙前妻呢 她作为一个敏捷星雄 前妻对对方这个蓝胖子的一个平A的一个伤害还是比较低 她又没有什么技能能去消耗对方 大叔把火猫账号借你开直播行不 你把火猫账号借给我 这个回头让人家发现的话 人一样会把我给 一样会封你的账号的你知道吧 就别别添着乱了 你把这瓶 你把你把火猫账号给我 到时候也是一个被也一样被封 还要牵扯你自己的账号 我要真想去注册的话 我直接让别人让朋友注册一个账号 我去播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就不想 因为不愿意在她那儿播 播的好 她又封你 她又封你直播间 对吧 然后封你锁你直播间人数 阿富山王这里给一下 这里美毒沙 接着追 卡一下位 这波应该是一个C的加一个平A带走 漂亮 这波包子在中路 又是拿到对方蓝猫的一个人头 这样的话在中路的补刀就可以追上来了 利用蓝猫复活的这段时间 可以把补刀追上来 而且经济应该也是不会落后太多 为啥封我 我在微博上怼他们官博来着 怼他们官博 他们怼不过我 那就封我账号 我说了好多遍了 这个事 不要再说了 其实按道理说 人在无言下不得不敌头 这句话也是对的 像我这种就是不低头 那就磕死呗 磕死了 咱们换一个无言 换一个高一点的无言 飞死别人 飞死别人杀王给穿刺 给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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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刺完了 穿刺的其实 这个up也是没办法 一级穿刺距离 确实是太短了一点 那么这样下路 又是一波成功的击杀 上路的小树桶的补刀 现在虽然说只有九个 但是等级呢 慢慢的稍微补起来一点点 马上四级 还是处在被小小压制 两级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没有继续被对方形成击杀 就算是还说得过去 这边被拉住以后 小小一锤子扔起来落地 这波应该是凉了 再给一下 这个就算你没死的话 再甩出一棵树也拍死了 下路这外队差点 又是被对方的一个 加上这杀王两个人 过来怼一波 杀王这里还空到了一发双退 这个费斯边 杀王现在还是没有到三级 这个距离追不上 能不能够去 追不上了 这不过杀不了啊 你这要被粉杀的呀 阿弗 这个DDC的这一个极寒之处 感觉有点逼良为昌 越奇这里开大 还差一个平 出来上路这里也是被对方动手 这样的话 任同树瞬间来到了一个4比4平 这样的双方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现在小小是经济全场比一 第二名是这个越奇 第三名蓝猫 第四名美杜莎 双方的一二号位大哥的经济呢 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吧 应该说 勉强在一个接受范围以内 只不过就是小Y这样比赛有点肥 小Y现在的经济是排在第五 比双方的三号位都要肥 这个是双方的一个经济差 能够拉开到2000家的一个主要功臣 因为他领先对方的四号位 他一个人领先对方的四号位 领先了1000多的经济 所以现在双方团队的经济差 是一号我们领先了2000 刚刚应赛满 这里是开一个TP 扬了一下对方的这个蝙蝠 开了一个TP 然后直接回到家里 没有被烧死 又是一张TP 把对方给嗅晕了 确实等级高 小Y的等级明显比这些酱油要高一些 杀王现在刚刚到三级 而小Y的等级已经是四级一半多的经验 已经奔着五级去了 准备了 对方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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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消失了 对方的流程 有点准备了 我这直播间以前的老有人过来给我发广告 搞得我自己感觉自己跟冲暴英雄一样 所以莫奈应该是要量 蓝猫这波的进攻还是相当的漂亮 利用自己的一个大招 秒开的一个大招 看看有没有魂剑 没有魂剑杀王一个穿刺 再一个平A 这飞不了多远 飞不了多远 一个平A到脸上直接A死 这样的话包子又是拿到了 猫的一个人头 这人经济就反超了 不过好在老鸡的这个小小 现在的经济还是保持的不错 继续保持在全场敌 4500了已经 再拔一棵树 装备方面选择的是假腿天鹰剑 然后开始去做引刀 美术杀的这个战位还是有点奔放 不过现在E后我们这些人拿美术杀 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你要抢怼他他就开大 你过来抢怼他绝对是要一个开大 现在双方的经济方面的 美术杀的经济是来到了全场第二 不过这个二三四差不多三个人 那么第一名的是这个小小 其实话说回来 好像火猫的这个 他的那个平台啊 其实我其实特别希望看到国内的公司 就是 其实我真的挺希望看到国内的公司 就是能够多多多去修炼 修炼自己的内功的说实话 就是你作为一个平台也好 还是作为一家公司也好 你把自己 这个拍地板变身 过来再队美术杀 美术杀这个大招还没有开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蓝量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蓝量 这个九仙的这几个熊猫 美术杀这块地方 哎你这再不开大招开不出来啦 是魔伴还是没有开大 假装开大 蓝猫过来了 这个时候美术杀开大 太晚了 太晚了 还是没有能够救下来自己的队友 这波小Y开一个大招 这波美术杀大招开完了以后 蓝猫飞进来以后 这波应该是一个收割的节奏 应该是一个收割的节奏 完美团 至少可以再杀一个 至少可以再杀一个 杀王这波也直接被怼死 老鸡一波双杀 nice 老飞翔这波是直接被 以后我们给打了一波零换四 只有乐器没有来 没有死 其他都有死光 这波团战怎么说呢 就是老飞翔想要去达成一个更好的效果 用美术杀去卖 去卖肉 去卖的差不多了以后呢 然后找到机会 开大招把对方的这个 九仙留在树林里边 其他人救不过来 但是自己的蝙蝠的站位 跟自己其他队友的一个站位 出现了一些 怎么说呢 不太协调的地方 就是蝙蝠死 大家注意一下 蝙蝠死是死在哪的 蝙蝠死在这儿的 蝙蝠死在这一带的 美朵杀当时在这儿开的大 他是在这个位置开的大 然后想过来去截 因为九仙在这儿 美朵杀是开着大招 往这儿再走 但是这个蝙蝠死在了这个位置 就是整个队伍 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 应该是当时出现了一些 出现了一些bug 然后呢 露娜应该是想的 我一张TP下去 找对方冲塔的时候 TP下去以后 开一个大招 直接神经收割 想法是好的 但是在实际的一个操作当中 就是没有这个 E-Home这些人操作的 更有耐心 可以看到美朵杀的一个大招 基本就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 然后E-Home 再往这个下面 再冲的时候 很有章法 就先后手非常非常的明确 所以这次这波团战 我觉得老肥杨处理的不太好的 就太贪心了 中国队其实有的时候 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包括还有上一场比赛的 这个老肥杨 老干爹的这个买活 包括所有中国战队 在买活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太贪 总想着对方上来 就是对方在仗着人多打人少 都是对方冲上来的一瞬间 我买活 然后再过来去行程收割 可问题在于 你就算是在对方冲来的一瞬间 马上买活 一张TB出来 对方仍然有三秒钟的时间 是一个多打少 而且三秒钟的时间 对方只要敢冲上来 往往都是一个人多打人少 而且是具有相当好的 一个秒杀能力的阵容 所以这样 中国战队的买活 一直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 其实早一点买 对方可能就放弃了这次进攻 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 去把这个买活钱挣回来 但事实上是 现在这个版本 即便你买活 行程收割 你还是挣不回来 这个钱 你仍然挣不回来 你还不如早点买了 早点让买活去赚CD 中国队的买活 我真的在很多次的比赛当中 都是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的改观 永远都还是很贪心的 想着在最后一刻 再去开这个买活 然后总想着 我用这个买活去搞些事情 这个蝙蝠不踏的是 去憋跳刀它干嘛 这个蝙蝠现在上来 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吧 小小这个人是引刀 引刀小小现在 看见这个美毒杀 是可以直接秒的 这美毒杀现在虽然说 是有三级的魔法盾 但问题你这个蓝量 现在很低 这里甩出来一个秘书一蛇 蝙蝠还在往前追 这里一个F定住 这两个人还要往前追吗 这个打招能不能砸中 应该可以砸中小小 这里C定一下 月旗可以开大了 月旗可以开大了 没有提前开 没有提前开 那么这样的话 杀一个小Y 追死一个小Y也还可以 但是下路对方 这个蓝猫没人管 蓝猫这个时候的经济 来到了千二 全上第二 不过这段时间 小小的经济 其实是陷入到了一个 短暂的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经济增长 是没有提及了 他现在距离 对方月旗的一个经济 就是只有 二三百块钱的一个优势 这个还是比较小的 对方月旗的一个优优独播 看看包子 包子这个位置 小小过来 这个地方又是开不出来大招 直接被对方秒杀 这里再拉住一个冰魂 这边也要被秒 莫奈的这个月琪 月琪这个地方也被对方留住 落地以后对方九仙 这个还有一点点时间 月琪这边也凉了 这个肯定是要死的 走不掉了已经 拉住了以后 月琪这边直接被秒杀 这样一home是 海猫完成了一波双杀 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老肥羊娘比赛不应该打成这样 只不过就是 月琪这些人确实打得凶 前期小小的这个发挥很出色 双方团队的经济差 现在已经是拉开到了4000 老肥羊娘比赛呢 这里直接是一个真眼放下来 这波蓝猫的这个真眼 还是差的非常的溜 小小过来一巴掌直接拍死 那么是无人能打 中午看看这块又是留住了一个蝙蝠 那么老肥羊这个等于是变相的死了 变相的死了 死了5个人 变相的一波5人团灭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毒杀第一个死 然后DDC冰魂死 莫代月琪死 阿福的沙王死 近来的这个蝙蝠死 然后等于是被对方打了一波变相的5人团灭 然后宽也被对方抢了 宽也被对方抢了 现在就看ehome的这个优势能不能够去抓住了 然后直接去把对方直接打死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美毒杀现在的装备选择的是相位天鹰界 然后做了一个封脸 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美毒杀出装 身上呢没有提前去做这个幽灵细带 还是打算先把这个 龙枪做出来看这个意思 上一把老古董赢了 老古董输了 老飞翁最近我觉得他们这个阵 他们这支队伍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是内部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用在NBA的话说吧 用NBA和这个足球的话说 就是更衣室的问题比较大 这支队伍其实很有意思的 就是老飞翁现在表现的比较稳健的人 都是年轻人 岁数大的这几个人 表现的这个状态起伏特别严重 老板这个家伙 他现在感觉就是前期 一旦送上两三个人头 感觉整场比赛就不会打了 就整场比赛送的停不下来了 就完全 你看这场比赛 小处能到现在为止数据 零杀五死一助攻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其他人的这个数据 这个包子现在是三杀两死 沙王是零四五 但是沙王这场比赛是真没办法 沙王这场比赛 阿福这个数据真不怪他 这会儿看见了一个小歪 跳刀穿侧 蝙蝠跳刀过来扑火 好远毛这边肯定是死了 死了 再拖一点时间 给自己的队友绕过来 去收割 提供一点点的机会 这九仙套上技能以后 自己的队友似乎是放弃了 这波情供 美杜莎现在的这个三维 还是太低 疯脸大推推 不过就以后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就他们现在这场比赛 所打出来的这个节奏 你要是按照这个节奏 继续往后打的话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节奏压的还是不够紧凑 说白了 就是你压的紧凑一点的话 刚才这波在小Y被抓的时候 肯定是果断回头来打了 因为你现在等级跟装备 都是压制对方的 你少一个小Y 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打得过 蝙蝠这个位置在不断的扑火 月期往上走 但是没有这个反隐 你们这个没反隐 什么鬼 这蝙蝠也没有机会 第一时间去拉住 对方的这个九仙 看看蝙蝠在我回走 月期开大 开大往上走 就是说蝙蝠直接被怼死以后 美毒沙开始大招往上顶 石化住了对方的一个大地 大地土熊猫 然后美毒沙这时候开始被小小贴身 这波小小有没有机会杀 反隐呢 沙王这里甩出来一把沙子 干得不错 甩出来一把沙子以后 沙王的一个下一个 吃魔伴跳刀穿刺 有没有机会 这里躲一下 吃魔伴跳刀 过来给一个C被对方养住 这个渺阳还是很漂亮 不过这波浩阳宝 其实上来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我不为了 我不为了杀人 我就是为了去替我大哥去死 我自己肯定是死了 但是我只要能保下来 这个小小不死就可以 因为现在小小是一个 无解肥的状态 如果被杀一次的话很伤 蓝猫这波飞过来以后呢 去清一下冰 也没有去打这个美毒沙的意思 打不动 耗一点你的蓝量就可以了 那么蓝猫现在的经济 是刷到了全场第一 小小的经济已经是被对方的美毒沙 和这个月奇给追上了 看看这个蝙蝠开火 跳 找到对方的一个蓝胖子 这里沙王给了一个跳楼穿侧 炸回来以后 再给上一个C 应该是直接烧死了 这个不浪费蝙蝠的大招 这小小是做出了自己的引刀 加上双刀 但是他现在的一个经济 小小的经济 其实保持了一般 CTY又是成为了全场第一 他确实是能刷 这个家伙 CTY这个家伙是真能刷 现在是林肯加上会光 然后准备去做兵甲 没有去出雪晶石 选择是做了一个会光 然后降低自己的蓝号 打一波 就不跟你去拖太久的时间 这一波团战 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而且他选择做的林肯本身 也有一个不错的回蓝 上路的二塔 是被莫奈德露娜给带掉 这样双方的经济差 已经是被拉回到了2000块钱 这个e-home的节奏还是断了 e-home节奏真是断了 选择又是让蓝猫 就是国内的战队 总是喜欢在这个优势局的时候 让自己的大哥去刷 其实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中国战队这么多战队吧 几乎所有的战队的一个通病 这个蝙蝠拉住一个蓝胖子 月琪给上一个C 蓝猫你这飞上来 过来秒一波 这个露娜 露娜这也没有BKB 被一个石头甩脸 直接击杀 nice 这波又是人不齐 又是人不齐 美杜莎不在 杀了这一大雕穿 三连一大秒掉蓝猫 漂亮 好羊毛这里插出一个自己的蛇帆 再击杀到对方的一个蝙蝠 美杜莎这个时候 三三来迟 已经放弃了支援战场了 我说阿福 一个穿刺 跳刀能不能来得及 跳走 nice 再给上一个推推 美杜莎这里推推完了以后 赶紧自己开封脸撤退 美杜莎这波 因为离得太远了 刚开始的时候 美杜莎是在这一带 然后团战是在这打的 这块开团了以后 美杜莎再往这走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波团战感觉 打的确实是 有点着急 但是杀掉对方的蓝猫不亏 只能说 因为小小的杀钱的速度 已经下来了 他并没有去一直保持 自己经济的一个 绝对领先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看 现在的国际顶尖强队 其实中国队以前 也有这样的一个强势节奏 就是说 正常的节奏 应该是我在优势的时候 拿着我的装备 优势去压制你的某一路 把你的人吸引回来 吸引回来 如果这个正面团 我能开的赢 我就跟你开一波正面团 如果说这个正面团 我开不赢的话 我把你的刷钱的人 吸引回来以后 这个时候 我再去刷钱 而你的人 要是再想回到 刷钱的线上的话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样的话 就是我牵着你的鼻子走 我的经济 就会领先的越来越多 而这辆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E-Home这边 这个拉一下 打不动啊 美兜莎开大 开大开大开大 没有开出来 没有开出来 被对方这两个人 直接把蓝打空了 这样到美兜莎 这波被断节奏的话 对于于老飞翔来说 还是有一点伤 但是看E-Home 你看E-Home 这几个人 在杀完这几个人以后 其实你说 你杀完这几个人以后 自己的队众都已经赢过来了 你接着往前推 我能如何 对吧 当然你回来打盾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 一个选择 这个不假 但事实上 你这个阵容 打盾的速度不快的 你没有减甲 你这个阵容 你纯靠着一个 九线在前面扛 靠着一个小Y的舌帮 去打着一个肉粘盾 这边美毒杀 过来买活 A的大招 杀完大脚穿三连 完美团 这波老飞翔又是一个完美团 直接秒掉对方两个人 蝙蝠是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 九线选择买活 美毒杀一个人 开着自己的一个 石化凝视 往前抽 这里Face边 开启自己的大招 买活的九线 蓝猫也买活了 这波外队被带走 你看那个蓝猫的买活 你看那个蓝猫的买活 有什么用 你看那个蓝猫的买活 有什么用 你早点买不行啊 不过这波过来 抢肉身还行啊 抢肉身 这波还可以 靠着自己的这个舌帮 加上蓝猫的一个买活 过来把这个肉身盾给抢了 但这个蓝猫 如果他早一点买活的话 这波团战说不定 还有机会打回来 就是在对方集火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蓝 把自己的蓝用得 更科学一点的话 这波团应该说不定 有机会打回来 对方技能有多交光了 就对他威胁最大的控制的 一个是沙翁的大掉川三连 一个是蝙蝠 这两个人都已经没了 越骑的大爷已经交过了 这波团战尽管说 ehome最后是打掉了肉身 拿到了肉身盾 但还是很亏 对方买活了一个美毒杀 而自己买活了一个九仙 买活了一个蓝猫 这样的话 等于中路的一个买活 就是两边互交了一个 自己又多交了一个九仙 然后肉身盾 虽然拿到了 但是被对方打了一波 近乎团灭 不是近乎团灭 他就是一波团灭 可以说 而且这个九仙是一个买活死 买活死 现在剩下的身上的这个存款 就只有200多块钱了 越骑的经济 在这波打完了以后 来到全场第一 这个就是 这种小优势 你跑过来打肉身盾 而且在对方有蝙蝠 有这个月旗 有沙王 有AA 这种打肉身团 非常强势的这种情况下 你自己没有人出勋章 这个道具 也没有人有暗灭 也没有人有强席 完全没有任何剪假道具的时候 打肉身一定很慢 这个是无数场比赛 无数次的这个肉身 打肉身的这个比赛 包括还有实际的这个战况 包括大家在打路人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有感触 有剪假跟没有剪假打肉身 完全是两个游戏 蝙蝠这个位置被给上一下 蓝猫飞过来 蝙蝠这个位置应该是直接被秒了 直接被秒的话 这波开会杀一个蝙蝠 就算还可以吧 因为蝙蝠现在是老肥羊 比较重要的一个节奏点 很需要蝙蝠就带节奏 蝙蝠死了的话 蝙蝠就只能去刷钱 然后你看这个 以后我们这帮人 在杀完蝙蝠以后在干嘛 你看他们这帮人 在杀完蝙蝠以后在干嘛 这里蓝猫直接飞上来 这一下是真的有点疼 沙王呢 沙王为什么不敢上来 给跳头穿刺啊 没看懂 没看懂 这波为什么沙王不敢给跳头穿刺 蓝猫有个林肯 蓝猫有个林肯 对对对对对 蓝猫有个林肯 蓝猫有个林肯 这个我还真 忘了 一激动给忘了 他没有破林肯的东西 没推推也没风胀 这是林肯的问题 我忽略了 我忽略了 他应该是在等月期 给一个C破林肯 然后自己在跳脑上 给穿刺 这样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呢 又是ehome反超回来 反超回来的话 但问题 现在双方的这个双大哥的经济 还是差不多啊 而在双方这个双大哥经济 差不多的情况下 事实上如果这个比赛 ehome还是这么拖着打的话 一会儿这个比赛的节奏 就不是他们的了 因为再往后打的话 这张比赛一定会变成 一个对方的这个 越骑的一个BKB 加上美毒沙的冰眼 就是美毒沙不需要出BKB 他也能站得住 越骑开着BKB 就可以横扫整个战场 然后蝙蝠出的一个疯胀 沙王出一个疯胀 拿两个疯胀去把你秀一脸 一定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个优势局给对方的压迫力 其实就是压制力不够 是对于自己团战的一个 自信心不足 就我们可以对比 横向对比 这个其他的国际一线强队 比如说像液体秘密 包括现在的navi 包括现在的navi 其实也是一个绝对的 一个国际一线强队 就像这种队伍 你看他们在拿到优势局的时候 他们是很自信的 去找你主动开团的 就是他不会说 我拿到优势局以后 我必须要有装备优势 我才敢跟你开团 他们不是这样 就是你有装备 我也有装备 你五个人 我也五个人 OK咱们来打一架 对吧 我觉得我的团战比你好 那我就跟你打一架 甚至有的时候 是在阵容劣势 装备劣势的情况下 我也敢跟你打 就是说我对于 我整支队伍的一个节奏感 对于整支队伍 在团战的一个拉扯 战位 技能施放 各个方面 我都很有自信 他有的时候不是真的 他比你厉害 他就是比你有自信 这时候肉山盾已经消了 肉山盾消了 以后我们这个时候 选择直接来上高 拿到了自己的一些核心装 你看这波上高 上的就是莫名其妙 你看以后我们这个上高 你这就属于是送蛇肉去了 给对方 明显的给对方送蛇肉去了 小小差几十块钱 能够拿到自己的龙心 然后以后我们这边 莫名其妙的跑 人家就插了一波A仗蛇腕 你等小小拿到这个龙心 以后把这个A仗蛇腕 直接插上去以后 你去跟对方开这个正面团 这不是很好打的一波团吗 就这种动作 这种动作就是在这个 中国的战队的比赛当中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 不下十次了 就最近比赛当中 所有拿小歪的局 不下十次了 这个已经 就很奇怪 这种情况 然后蓝猫也没在 蓝猫也没在的情况下 他剩下四个人上去 送了一波蛇肉 然后又要等小Y的 下一个大招cd 你才能去推进 蝙蝠这个时候 拉也不敢给小小 他给小小的话 小小的这个 有一个三级大招 加上龙心 他现在这个抗性太高了 然后又进入到了这个熟悉的中国队的护刷节奏 其实比较幸福一点 就是这届比赛 小组赛都是BOE 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国队的比赛护刷的话 那也不用看太长时间 这双方的经济现在还是一号们领先着两千 那么 蓝猫的装备在兵甲以后准备去出的是一个羊刀 飞过来直接找人 这个直接是一个飞加TP cd这块莫名其妙的给了一个飞加TP 下路一塔高破以后呢 上路把这个兵线带的也是比较深 小小在龙心以后准备去做强袭 肉栓还没刷 他们还是想去打这个肉栓盾 但你这个阵容打肉栓盾 你打得过对面吗 我特别想知道 一号们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肉栓呢 你这个阵容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擅长打肉栓盾 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就是打肉栓团 肉栓团 没有任何一个人擅长打肉栓团的 就蓝猫可能还凑合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地形比较复杂 这个蓝猫可以借助这个这一圈墙 可以不断的去利用自己的残影和飞 来进行对对方的一个消耗和这个输出 但问题在于你整体阵容 其实打肉栓团并不强啊 你跟对方这个阵容打肉栓团怎么比 人家这边有提供视野的 有毒口的 有爆发 有输出 然后呢 有绝对强的一个控制 开一波我老肖这里过来以后是想从中路包一下对方 包一下对方中路 这里美毒莎自己一个人在中路露线 其他的人直接是绕到后排 这里找对方的这个九仙 这波这波感觉要出事 美毒莎赶紧往前走 这里炸一下 外队这里能不能留住 不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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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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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不能打盾 蝙蝠手里带着一个宝石 我觉得这边老肖还是比较理智 蓝猫这时候已经25级了 34分钟25级 这蓝猫 这CTM是能刷 你别说他 这波选择师又过来打入山了 没有打 选择师先是 这里一个扫描扫到了对方 蝙蝠过来破窝 跳 拉 拉住一个沙王 大招 穿刺一下 没给大 这里风上吹一下 对方过来撒一个粉 越骑 开大 这个输出 全都打在了对方的这个分身上边 有点僵硬 这个回头再给上一个C 蓝猫在人群当中 疯狂的去给这个美毒莎输出 美毒莎自己一个人冲到了这个上面以后 自己的队友没跟上 蓝猫这里再飞上来找一波 看到了一个冰魂 但是冰魂之前是开着一个微光披风 那这回这个肉眼盾可以打了 对方的这帮人技能都放完了 最主要是吧 这个团战 这个团战打输了的话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E-Home准备不充分 这个老板准备不充分 他们扫了一下肉山这个地方 是扫到对方的人 但是对方是从这个地方往这儿在走 也就意味着他们看到的这个实际上是对方 宝石 这里沙王过来抢抢肉山盾 被对方留住了 再多送些人头 阿福这个抢盾爱好着吧 这波没有成功 那么这场比赛感觉老费洋应该是凉了 双方的经济差现在已经拉开到了7000 而且美杜莎这场比赛的表现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出来应该有的表现 应该说 而且下一点装备 他准备去做一个洋刀 这场比赛洋刀是针对对方蓝猫用的 洋刀现在打小小没用 这样说这也跳拉 A的大招直接砸脸 想把对方这个主线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就挺奇怪的 就E-Home的这个选择 你打完了肉山盾以后 手里边带着盾 带着奶 所有的人的状态都很好 然后大家的选择是在对方的人还没有复活的时候 分开去刷钱 就是以前的DOTA2的这个 以前的DOTA2版本 我可以说就是中国队这么求稳是风格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过了这么多年 过了这么多个版本 过了这么多的比赛 过了这么多的比赛 只能就是说 中国队的现在的 他比这个战术已经不是求稳了 中国队的这个战术只能说是已经落后的太多了 就是你整体的一个战术思路已经落后的太多了 其实刚才小Y在打完那波肉山拿完盾以后 他的大招应该只有20多秒的C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二三十秒的CD 你五个人直接聚集在一起 而且状态也都还不错 直接五个人聚在一起 首先你九仙不用死 第二个呢 你直接把对方压在这个高低下面 对方也没有这么多事 你看现在对方两个大哥都在刷钱 两个大哥都有地方去刷钱 如果你直接把他压在这个高低上面 你不让他去刷钱 然后呢 自己踏实实的把这个进攻视野一做 对吧 把这个进攻视野铺好了 然后呢 拿着对方的给 拿着对方贡献的这颗宝石 这场比赛可以很轻松的就拿下了 等到自己的技能CD 这个A帐蛇帮往高低一插 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又给了对方这么长时间去刷钱 然后再去抓人 再去抓人 然后找机会上高 其实这种战术思路体系 已经是比较落后的一种战术思路体系了 已经不是打法风格的问题了 这个确实是战术思路体系落后 这个时候选择这一波五人上高 五人爆炭上高 美肚杀这一块呢 看看美肚杀直接开大 A大招上来 砸中 三个猫直接被秒 但是这个蛇帮已经立起来了 那么高低上面 这个 这个九仙 这个九仙 这个九仙还好 一个大骨灰 贴上来以后呢 下路高低塔高破 这怎么还往外追啊 这追逐技是什么意思 就会杀一个费斯边吗 这个九仙现在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呀 狼猫这个时候身上带肉三段 小小过来去捶这个美肚杀 越骑 越骑这个输出这个时候要留神啊 越骑这个时候输出要留神 越骑这个时候这个弹射挺要命的 美肚杀这个位置 其实可以点一点蛇褂 把这个蛇肉吃了 这波的上高 虽然说最终是没有能够破掉对方的高低 但好在没有浇盾 没有浇奶酪 而且呢 拆掉对方的高低塔 可以去拔圣坛 做视野 但是这波其实打完了以后 并不转 严格一上述 双方各自是交到了 一个三号位 一个酱油位 但问题是 这波打完了以后 就是对于烈士 烈士的一方 这种互换是很乐意看到的 尤其是在有美肚杀的剧 美肚杀这边羊刀做出来的 美肚杀的羊刀 这下蓝猫的日子不好过了 蓝猫这边现在 就是美肚杀自己本身就有一个破林肯的能力 自己的队友呢 也可以去帮着他 就破了一段林肯 这个羊刀再加上 而且蓝猫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僵硬的点 就是在UV他没有雪晶石 所以他在前期 积累出来的这个人头优势 包括他自己的击杀和助攻的这个人头优势 并没有能够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持续战斗的加强 有冰甲加羊刀 加上这个林肯的回篮 当然已经足够高了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雪晶石的话 现在他的自然回篮应该 我估计应该是在60 我估计啊 屋子应该是在60 这里是肉山盾消 直接选择是一张TP 藏树林里面一张TP还是很机智 那么这蓝猫飞了半天 也没找着对方的一个位置 美毒沙接着去刷钱 杨刀冰眼大推推封脸 月琪现在是BKB蝴蝶 加上一个目龙枪 然后准备直接去做撒弹 有分身斧 加封脸两个输出装 加蝴蝶三个输出装 看点蝴蝠过来 跳拉 但是这个控制时间有点略短 月琪开大 上方机穿刺 大家要穿三连 秒这个老鸡 漂亮 这波老鸡直接被秒 老鸡买活 但是老鸡好像是没飞鞋 老鸡选择一张TP 踢到自己的圣盘 证明在两个这里越 小Y刷新了 小Y刷新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美毒沙 美毒沙被留住 美毒沙应该是凉了 杀完那个穿刺 风杖 两个风杖吹了一下以后 杀完这个位置 也被对方小Y拉住 美毒沙也被击杀 美毒沙在买完羊刀以后 还是有钱买活 那么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小小的买活 是配合队友想要上来去强行 去拆对方的这个高地 暗影赛们 现在距离自己的这个刷新 自己这个大招 加了一口秘法加够了 大招插出来 塔房有没有 塔房还在 美毒沙开始去 赶紧把这个蛇蚌拔掉 露娜也是开启自己的幻象 开始把这个蛇蚌给A掉 但是自己的这个下路高地塔扛不住了 对方这个小 这个蛇蚌确实合击伤还有点高 那么这一波这个美毒沙的买活 并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下路高地 两边又是这个最核心的一号位呢 各自买活了一波 AOJ终度甩一个大招 蓝猫这里又是空倒了一把 蓝猫这样比赛这个恢复 真是没少空 空了好多个恢复了 42分钟 现在23比30的一个人头数 一号我们是领先着一万一的经济 还有这个蝙蝠啊 就蝙蝠难了 附罗地也跳刀走一波漂亮 蓝猫还要飞吗 你再飞过来要出事的哟 团战的时候就卡是吗 还是一团战就卡是吗 现在 这个一团战就卡 我觉得应该还是直播福气转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确实自己这边 就是我看我弄完的录像 我的录像是不卡的 这样吧我这样我这样做 这样吧我这样我这样做 这样也不行 这样好像还是会卡 看一下 露娜 这边被扬住以后 狼猫过来 再拉一下美杜莎 美杜莎这个大招能开出来吗 被沉没 但是沙王的大条穿三连又吃人了 这波老鸡被杀 月琪跟美杜莎跟沙王这三个人打出来了一个 哎这核弹一样的输出啊 这波沙王 这波沙王我得看看他打了多少输出啊 这波真的打了一个核弹一样的输出啊 沙王这波 4259 全队最高 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老飞昂也是选择先求稳 拿一波入山盾 因为真的老飞昂这个阵容啊 老飞昂这个阵容真的不怕拖 老飞昂这个阵容其实不光是这个美杜莎不怕拖 月琪也不怕拖 月琪真的也不怕拖 他这个英雄也是一个就是到了大后期 月琪这个英雄一旦他的这个神装出炉以后 这个英雄是一个战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英雄 看看这个中午高地 中午高地这里小小还有35秒 而且小小之前上一波团战是买活的 这波等于是买活死 给飞过来扬了一下这个月琪 月琪这波要走了吗 还有25秒 这波推啊 这波有盾啊 有盾不推吗 奶酪不舍得吃 先不着急 蝙蝠刷新 刷新是给了蝙蝠 也算可以吧 还是不敢上 老肥羊这边也松了 不过老肥羊这波真的不着急 从阵容上来讲 再打50分钟 老肥羊也不怕你 因为老肥羊这个阵容打到大后期以后 就是完全不怕你的阵容的 你真的再拖的时间再长一点 冰魂这边靠着自己的工资 做一个什么A仗出来 对吧 他出个A仗 然后蝙蝠这边呢 出个什么BKB刷新 BKB已经出来了 有个BKB 有个A仗 有个刷新 然后沙王这边再出个A仗 A仗推推什么这些东西 再做一做 你以后我们蓝胖子能干嘛 你蓝胖子这英雄没用啊 你再往后 你除非说你从现在开始 你去选择去憋一个A仗出来 你憋一个A仗出来 然后你再出一个以太 你再出个汇光 这三件装备都出来以后 你可以说蓝胖子这个英雄 再加上25级 加上275火焰爆红伤害 那么你可以说 你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 打出来非常可怕的一个爆发 但是那个也看脸 小Y现在的装备 已经到 已经就没有提升空间了 他就是A仗刷新 没了 这个英雄 就没有其他装备可以做的了 这不是林肯被破掉以后呢 蓝猫这也是赶紧飞走 所以老飞昂不着急 这场比赛 就再跟你刷50分钟 我才高兴的 等我这个美杜莎的神装 全都出炉了以后 随便打你 小小这个英雄又不是一个 很适合去出圣剑的人 所以这场比赛在那里脱爱的的话 对于 以后我们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经济方面的领先优势是 从一万多 现在已经被追回到了 只剩八千 蝙蝠过来 看见了一个小Y 小Y这里是一个羊 加上一张TP 但是月琪也赶过来了 给炸一下 好想把这边崩回来 再开张一个减速 提供视野 这不是月琪 是拿掉好想把我一个人头 主宰比赛 刷新也是直接交到露娜的身上 对吗 这样就对了吗 我就觉得这个刷新 好像是给这个蝙蝠 没有什么卵用 直接给露娜就行了 陆奈刷两个大招 在其次 刷俩BKB真要人命 两个BKB 两个撒旦 两个分身斧 这个东西比较要命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是五千 但是这个团队的经济差 主要是在酱油身上 而不是在大哥身上 大哥位现在是ehome的两个 现在是这个老富羊的双大哥领先 美杜莎是在出完兵业以后 也是出到了蝴蝶 身上的肉山盾 还有一分多钟的持续时间 得选择自己一个人过来 就耗对方的这个高地塔 再点两下都没了 这打出来多少个密斯 这里看一下后排 后排这只的猫过来是撞了一下 蝙蝠它是被撞死 月旗回到家里面 就守着下路的高地 下一个装备 月旗也是开始去做刷新了 天赋方面选择的是加了 这个月旗出刷新是什么意思啊 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装备已经够豪华了吗 加0.25秒的一个月时的月光悬晕 这个加0.25秒的月时月光悬晕 这个其实挺厉害的 因为原本它的这个月时是没有悬晕的 没有悬晕的 但是如果它加上这个天赋以后呢 就是它的月时的每一道月光 都会有一个附带一个 就是月光本身的那个附带的一个悬晕 只不过就是时间比较短 是0.25秒 但确实是很厉害 它没有选择去加这个25%吸血 本身有一个撒旦了 而且这场比赛月旗能够去站到前面 就是站住了给输出的机会 不是特别的多 这颗肉栓盾消 下一个肉栓盾的时间还有3到6分钟 它选择去做刷新的话 可能也是为了再刷 多刷一个BKB吧 我估计 多刷一个BKB 多刷一个撒旦 再多刷一个大 还是有帮助 但是这个大招加上刷新的蓝量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够啊 好像蓝量真的不够 这个月旗 蝙蝠被对方给了一个羊 月旗这里给上一个C 把对方老鸡这里吓走 老鸡下一个装备开始选择 要出的是在强袭BKB以后 要开始补一个MKB 经济领先的优势 以后我们这边现在就只剩了3000了 冰魂这里呢 也是非常愉快的 把自己的这个宝石给搅回来了 沙王跳刀 风杖 推推 钱快够了 蝙蝠现在是跳刀 风杖BKB 诶 正路这个位置留住一个露娜 露娜被秒 美度杀这个位置也被对方控住 推推走一波 大招没开 还不开吗 诶 这大招还不开吗 这个大招 沙王这里大掉穿三连 结果就大到了对方 这个小小的BKB上 月奇买活 BKB开大 刷些再一个大 老鸡这波能不能扛得住 老鸡这时候还没死 莫奈这根的输出也不够了 美度杀被击杀 这波杀王也选择买活 一后没死人 杀了对方四个人 自己没死人 一波零换四 而且打出来对方两个买活 美度杀这个大招 为什么开的这么晚啊 我不太理解啊 早就能开大了 他不开 小Y这里直接刷新 这里杀王给上一个穿刺 但是自己看这个位置 小Y这里还是把蛇帆立出来了 落地以后这里蝙蝠 直接被带走 美度杀选择买活 出来我开始给输出 可是自己这个塔 实在掉的是太快了 老鸡这也在等着 自己的下一棵树 美度杀这个时候 开始疯狂的输出 能不能等到下一棵树 把这个强拆了 可以强拆 可以强拆 这波挡不住小脚的 这个强拆有点 这波是中路高低高破的话 两路了 什么鬼 就刚才的这个团战 刚才在这个野区的这波团 我真心觉得这个美度杀的大招 开的有点莫名其妙 你注意看啊 美度杀 你注意看美度杀 这个时候的状态 注意看 他在这个时候 其实就可以开大了 在这个时候 对方的这个小小 是开始BKB 开始追他了 已经 他这个时候 其实就可以开大了 然后他没开 推推往后走 然后 推推回来以后 对方的蓝猫 都已经开始追着 自己所有的队友 开始怼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才选择去开大 这个美度杀 但是他这个时候的开大 对方已经 该撤的人都已经撤走了 然后小小这边 现在无所谓 反正你大招打住我以后 你也没什么伤害 杀光的大招穿三连 是打到了对方 这个小小的BKB上 然后月琪 这边是过来以后 刷新两个大招 但是没打死对方小小 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月石打到 这个小小身上的次数太少了 这样双方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的经济差 直接是拉开到了一万八 大哥位的经济 也是被对方实现了 一个反超 三万四的蓝猫 不过这个蓝猫 现在这个经济水分比较大 大飞鞋 比普通飞鞋 多占了两千 然后一个 还有五千五的一个存款 露娜现在的这个经济 选择在最后一件装备 不做刷新 改做这个林肯了 那么肉山现在还没有刷 由于回看了以后 看不到这个肉山刷新时间 估计下一个肉山队 应该还是ehome的 老飞鞋这个时候 着急出来 要跟对方打一波 肉山刷了 肉山刷了 铺个油 铺个油 这块又是被对方找的 又是露娜被找到了 那露娜死了 这场比赛结束了 露娜死了 结束了 没毒杀 开大 直接开大 把对方实话做 没有人有输出 露娜不在的话 现在输出不够 蝙蝠拉住了一个蓝猫 蓝猫这个时候空蓝 蓝猫空蓝 但是美毒杀这个位置 打不出来输出 被对方扔起来 落地 还是直接要死 两个大哥都是买活死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直接机械了 老飞鞋 这个 现在的这只老飞鞋 真是 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 没想到会打成这种结果 这个美毒杀今天 这是拿出来以后的 第一次失利 美毒杀今天 其他的所有的比赛里面 都已经赢了 但只有这场比赛是失利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 没有什么特别多可评价的 这场比赛 虽然说感觉是有来有回 但是呢 大部分是建立在 这个 怎么说呢 建立在这个过多的失误的基础之上 的一个有来有回吧 而且很多的时候 感觉这个节奏 就是强行拖出来的 虽然最后不否认 以后我们赢掉了这个比赛 赢得比赛 可以说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战术 没有大的纰漏 但是这种获胜 不是特别具有说服力 咱们严格意义上说 就是从比赛 无论是所体现出来的 这个双方的实力 状态 还有比赛的观赏性而言 我个人觉得还是 可以再提高一些 还有比较多的提高的空间 也是希望中国队能够再接再厉吧 因为毕竟这还是一场内战 还没有牵扯到外战 好了 那咱们下一场比赛 今天给大家准备做的比赛 是 一场外战 老干爹对战VP的比赛 对战VP的比赛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 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 老干爹对战VP